亲爱的弟兄,我是志诚 在自己录音中,我要跟你一起来分享的是教师智能的第13篇 牺牲究竟是什么意思 那我们昨天有讲到这一篇很重要 那也读了前面的四段的文字 那今天呢,我们要把后面的四段一起来读完 从第五段开始呢,他又重新来问说 牺牲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说牺牲就是我们相信幻象必得付出的代价 相信小我必得付出的代价是什么 那请你往上看,就在第四段的最后面 为了这些小我的价值呢,我们牺牲了所有的平安 牺牲了所有的自由 牺牲了天堂的希望,以及对天父之爱的记忆 那么他说呢,这个世界上没有一种欲乐 没有一种身体的快乐,不要求这种代价 否则我们就一眼会看穿 这种欲乐其实跟痛苦是画上等号的 就为什么其实跟人说我们苦的部分 其实在人间的乐跟苦是一样的 是画上等号的 那小我他可能给我们一些些身体的快乐 一些些小确幸 但是其实他背后带出的那些痛苦 无聊空虚其实是更大的,更弥漫性的 那么这个小我的恐惧跟罪疚啊 这个是你没有办法在小我的系统中把它给去除的 只要你愿意追求他所给你的特殊性的话 这些东西就会为谁而治 那么从第六句开始呢 他说,看不清自己究竟在求什么 只好上穷必落下黄泉的去追寻 每当自以为找到的时候 结果都是令人失望的一场空 那么不晓得你学了奇异课程到现在 是否能逐渐的体会出来 就是说,不管你的生命在一般人的眼中看起来 是平平无奇 是大获成功 或者说是失败 你就是一个loser 其实你所体验到的那个空虚是不变的 你总是会体验到那个空虚 最后其实都是一场空 那么去找 但是不要找到是这个世界最无情的游戏规则 那这个东西写在哪里 他写在正文的十二章第四节 去找,但是不要找到 那么他在这节文字里面有比较详细的阐释 那他当然是针对是说 不管是就是你在这个小我的世界追求一个目标 那不管你最后有没有成功,有没有得到 其实实际上都没有得到 其实都没有找到 那个空虚都会出来 所以他说是最无情的游戏规则 因为这是一个通则 OK 那么即使你得到了之后 那个空虚感一样会有 所以我们才说这个最美好的东西 似乎都只存在于想象之中 好,那下面这个第六段的他说 你也许认为这一部课程会要求你牺牲自己之所爱 那从某个角度来讲 可以说是真的 因为你如果真的要学习宽恕的话 就必须下决心去放下你的种种特殊之爱 但是下面第三句呢,他就说 不要因此而误解了牺牲的意思 因为牺牲要你放弃的不外乎是你想要之物 但是你究竟想要的是什么 那这边提醒我们的是说 如果你想要的真的是那些特殊之爱的话 好,那现在叫你放下他们 你一定会有牺牲感 那包括很多修行人过往在宗教里面 都感受到巨大牺牲感 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但是他这边要提醒我们的是 我们其实并没有认出 那些东西都不是我们真正想要 其实那些你以为你想要的东西 并不是你真正真心 打从心底想要的 你只是以为你想要而已 所以他才重重的问我们一句话 就是你究竟想要的是什么 好,那么他说那上主一直在召唤你 那你其实也已经答复了 那么如今你难道愿意牺牲这个召唤吗 他说到目前为止 能够听到这个召唤的人是少之又少 就是说 上主他是向每一个人召唤 但是真正去答复上主召唤的人 到目前为止 其实还是不多的 所以像奇迹课程这样子 这么好的 这么纯粹 寻求真理的一部课程 他至今仍然是一个小众 甚至是小小众 那么 答复的人很少 那么 再变成说在整个世界里面 你成了他们的唯一的希望 那其实并不是说 你要去教导什么人 奇迹课程的道理 而是说你要从你自己 去活出来那个宽恕的精神 那么正好是因为 就在这个世界上 真正懂得 真正学习的人很少 所以反而我们要 实时给自己自我提醒 然后尽量的不要被 消我世界的各种声音 各种喧嚣给拉走 那这个是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 算是蛮重要的一个课题 好 那下面第七段呢 他说 不要忘记牺牲是全面的 没有半得半事的牺牲 就是你不可能只牺牲一点点 意思就是说 你不可能只进入小伟一点点 那他说 你不可能只放弃天堂的一部分 你也不可能只堕入地狱一点点 这都是全面性的 那这个是奇迪课程的 全有全无律 那我们在之前的一些 课文讲解中 时不时就会提到 好 那么下面第九句呢 他说 只要你一攻击弟兄 不论任何原因 神圣性就会离你而去 因为这等于是从到 与上属分裂的副成 但是分裂原来是不可能存在的 也不可能真正发生 好 所以你只要对弟兄 对你自己有任何的攻击念头 或者是对上属任何攻击念头的时候 好 就已经完全的掉入小伟里面去了 好 那下面第八段呢 他说 不要忘记牺牲的意义是什么 然后记住 你所做的每一个决定 不会不牵涉到 某种代价 那这句后半句的翻译是错的 我把正确的翻译还原出来 切莫忘了牺牲的意义 并且记住 你所做的每一个决定 牵涉的代价 并且记住你所做的每一个决定 所牵涉的代价 所以 他不会是某种代价 因为前面就已经讲了 是 全有全无律 所以他后面这句的原文 意思就是告诉你说 你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有代价 然后你要仔细看清楚 因为那个代价都是全面性的 不会是某些代价 所以他后面接着讲说 你若选择上主 这一切对你来说都成了平白的恩赐 就上主的恩典都是白白的给你的 它是无条件的分享 但你如果决定背弃上主 选择分裂的话 那么就会选择到虚无的那边去 那么你就会丧失所有的觉知力 这边我也是读起来觉得怪怪的 那后来去 这个查了这个原文 原文其实非常清楚 他的原文的意思是 你就会丧失觉知一切的能力 你就会丧失觉知一切的能力 不是所有的觉知力 那觉知一切 当然就是觉知到实相 的意思 那么下面呢 他说你只需要记住自己 究竟想要学到的是什么就够了 就是说你到底想要跟小我学习 或者愿意跟圣灵学习 哪一个是你愿意的 然后 去看这两条路 他分别会带你走到哪里 他们的结果各是什么 然后 从中去做选择 他说这才是你应该要用心自处 那么他说救赎是为你而设的 那你是透过学习来领受救赎 也是透过学习 来给出救赎 那这边一样的这个 领受跟给出 就这个 施与受 其实是同一件事情 也可以说你是替 整个一体弟兄 来领受救赎 那这个字我们今天的 教师指南第13篇 他说 牺牲究竟是什么意思 那他对这个牺牲 牺牲这个主题的探讨 是非常的细致 而且深入 这篇是值得你 可能过一段史诗之后 能够再回来 反复的研读一下的 感谢你陪伴我一起 研读这篇文字 这篇文字 在那边 名字 investors ,